Hello,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继续来讲这个爬虫的项目 上节课我们打开我们的代码 我们基本的功能包括我们的组合模式已经给大家讲解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TypeScript里面 由于我们有了这种类的概念以及private这种修饰符 导致我们现在的代码非常类似于比较完善的这种有类型的后端的语言 那么很多设计模式就可以被我们使用了 之前的课程里面我已经带大家去学习了单例模式和组合模式 那我们去想对一个爬虫来说 它用到的这种分析器实际上里面的方法都是固定的 比如说generate json content 比如说get course info 这都是完全一致的方法 那如果我去声明多个这样的分析器 其实是没有过多的意义的 那么我希望就把这样的分析器变成单例模式 首先我把例analyzer给它删掉 因为这里呢只是给大家讲了一下组合模式的东西 并没有写具体的代码 所以这个文件我先删掉它 然后curler.ts里面 我们去引入delanalyzer 这里就叫delanalyzer 没问题 那下面我们也使用delanalyzer 我们说我们希望这个delanalyzer是一个单例模式 大家呢可以结合之前我给大家讲的单例模式 先去写一下 你觉得delanalyzer怎么应该把它变成一个单例模式的写法 写完了之后可以继续再来听接下来的课程 好 要想把delanalyzer改成一个单例模式 首先我们说我们先看这里 get course info 把它定成一个private的方法是没问题的 因为只有内部我会去调用这个方法 generate adjacent content也是一样的 那也是一个内部被调用的方法 所以这块理论上我也应该给它加一个private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写 我们说单例模式要求我们 首先这个类不能被外部实力化 那怎么让它不能被外部实力化呢 大家想一想 我们的做法是不是可以让它constructor 变成一个私有的constructor private constructor 我们这么去写 这个时候它就没法在外部被实力化了 当我们保存一下的时候 caller里面就会报错 如果说你new delanalyzer是不行的 那analyzer它是单例 正确的写法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在上面去创建一个static instance这样的属性 它的类型呢应该是delanalyzer 它呢一开始我不给它任何的东西 当然它应该是一个私有的属性 OK 接着在最下面 我应该再去写一个 或者呢我在上面去写吧 写一个static 当然它是public的 叫做get instance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我们先去判断 if如果delanalyzer上面没有instance 那么我就让delanalyzer.instance 等于new一个delanalyzer 也就是我只能在类的内部去new这个类的实力 好 当我创建好了之后 如果第二次掉用get instance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存在了 那不管它存不存在 如果它不存在我就创建一个 如果存在了的话呢 我就不创建了 最终我都要把delanalyzer这个instance 返回出去就可以了 好 保存一下 然后下面我们来看privateconstructor OK 没问题 我只要把constructor限制死了就可以 analyze这个方法继续保留 行 我们就把delanalyzer改成了一个单力模式 那么回到这里crawler呢 我们就不应该这么去用它了 我们说const analyzer 等于delanalyzer.get instance 我们这么去用就可以 下面呢 我把analyzer传递一下 好 现在写法写成这样应该差不多 同时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crawler啊 提供给外部使用的方法是什么 其实没有东西需要提供给外部使用 那么这些方法 如果我前面不加private 那理论上你可以直接自己去在外部调用 比如说constcurler等于newcurler 那么你可以去调curler的一些方法 你可以看到这几个方法会允许外部被调用 我如果调它是可以的 但实际上我并不希望外部能够调用这些东西 怎么做呢 一样的 我只需要在这前面加一个private 都加一个private 好 也就是这个时候啊 我只允许你在外部去new我的curler实力 但curler上面其实已经没有可以被外部使用的方法了 你看 现在点就不会提示任何的方法了 好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两个方面我们都进行了修改 我们再运行一下我们的代码试验一下 npm run dev回车 在这里看到它不会报任何的错误 然后呢 course.json里面 我格式化一下 你会发现它又会多出一行 那我再来一次 好 我再格式化一下 course.json 拖到最左边 大家可以看 现在呢就三组数据了 那说明呢我的代码现在改动之后 依然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大家记得啊 其实有的时候 同学们在做这个爬虫的时候 经常会报一些网络的错误 这是因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当我们这个 爬虫的代码运行的时候 一定要需要大家能够访问到 这个域名上的内容 如果你在一个内网环境 或者说没有连到互联网上的话 那当然你这个爬虫就爬取不到 对于网页上的内容了 就会报错 所以写这个爬虫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的时候 先去确认一下 你是否连接了网络 好 这节课呢 基本上就把这个爬虫相关的所有内容 都给大家讲解完毕了 那我们通过这个爬虫呢 重要的是让大家能够去复习到 之前我们学习的TypeScript里面的一些基础的语法 我知道大家在写爬虫的过程中呢 也会有一些新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入的 给大家讲解下一部分的TypeScript的支持点 大家加油